以外的全部的資料通通寫到資料庫 那當然方法有幾個 我講過要不然就把它全部合併再一次寫 要不就是什麼 你一個一個 我用一個一個好了 因為之前我們有寫過 只是說把合併的那個部分 用always.work的方法 把它拿來就直接把它寫進去了 那寫的方法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台北有沒有 這個地方 因為理論上切割都是一二三四個東西 但是它這個地方剛好有一筆記錄 是會一二三四 有沒有這邊多一個 所以會造成它這邊有五個欄位 那如果五個欄位的話 就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後面的這個 刮弧有沒有 而且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就刮弧掉就好了 如果你沒改 之前我印象中好像似乎 會有出現錯誤的狀況發生 狀況就是這個 這個變切割多一欄 但是你只要不要insert它就好了 你不要多用到它 反正我就取前四個就好了 第五個不要用到 好像也不會出錯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我這個先不要存檔 保持它原來的狀態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把這邊做修改 這個地方怎麼修改呢 就是在這一個的外面再多加一個 我們之前用過那個所謂的 所以我們前面我記得我們前面有用過嗎 那你就拿這個來 全省合併那個 在這裡 這個嘛 OK 那我們就拿這一行 把它複製啦 所以有些東西 你可以拿之前的參考 那後面其實就這兩行 主要是這兩行 把它複製一下 Copy一下 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我們要寫進去的 那個三重的這個 的上一行 OK 不過你貼上之後 要注意幾件事 就是說什麼 貼上 OK 那 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 貼上之後 它OS第一個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importOS 所以你可以在 SQL line前面多一個OS 豆點 importOS import SQL line 第一個要import它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縮排位置 因為它有第一個FORM 它有第二個FORM 所以我們底下這個FORM 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個SQ這邊 記得你要怎麼樣 把它向右 一個TAB 再一個TAB 因為它上面有兩個FORM 所以必須怎麼樣 變成要這個的下兩層就對了 OK 特別注意哦 因為我要先取得什麼 取得所有的檔案之後 再取得其中一個檔案 那其中一個檔案的話呢 我是用什麼 用 用List1 那所以呢 我這邊List1的話 那我就可以從 這邊已經有用到一個List 乾脆這個名稱 我用File少了 比較不會重複 不然的話 這個名稱如果跟底下重複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這個錯誤 把這個名稱也改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這裡面的所有的檔案 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那底下就換兩接 所以這個範圍就向下兩接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樣 如果說你不確定到底對不對 你可以先把下面這些先註解掉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print看看 print什麼呢 print這些File 或者是把這個串列 整個先輸出看看 F中瓜虎 看一下 裡面是不是輸出我要的那些檔名 有沒有 三重一直到鳳山 對沒錯 所以呢 理論上呢 我已經抓到這些檔案的名稱了 那再來的話呢 把底下的註解先再取消一下 那把這一行就可以刪掉了 或者是把這一行給註解掉也可以 好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這一個File的第幾個 所以在這邊改一下 那就不是三重了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位置 改成那個檔案的路徑 記得後面要再一個 因為如果你這樣要串接的話 那一定後面那個一定要變兩個 這是規則 Files 中瓜虎 第幾個呢 第i一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如果第一次抓到的話 那就會怎麼樣 抓到三重.tst 第二次抓到就是中立.tst 一種類推 那就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放過來 然後他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底下的事情都一模一樣 OK 然後 再幫我寫到資料庫 寫第一個三重 第二個中立 一種類推 南投 台中 全部直到鳳山為止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我們的成功 來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資心 誒 全部寫 看一下 誒 寫入成功了 所以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遇到剛剛同學 遇到的那個問題 奇怪 到底哪邊不太一樣 你們再找找看好了 因為Out of Range 一定是 因為Out of Range 一定是 因為Out of Range 一定是 剛才的那個動作是先 動成後的 哦 會不會這樣子就 也可能啦 因為我寫第一個方法 也許再看看 OK 反正呢 它的 就是總欄數 假如說是太多或太少 太 如果你太 比如說它有四個欄位 你放三個不會影響 可是如果四個欄位 你放五個 那放不下了 OK 比如說你order有四個位置 結果你來五個人 另外最後多的怎麼辦 所以它會出現 Out of Range 意思是說 你不是定四個位置嗎 你來五個 那抱歉 我們這裡你做不下了 沒辦法 你就定四個嘛 我們不可能說 為了你 多再去幫你找一個位 那變成你要 再另外再定位了 OK 就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至於為什麼 可能要再找一下 OK 好 那做完之後 我們確定一下 再來就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 我用Secret Live Browser 去開好了 那你會發現 在Secret Live Browser 有POST01了 ABCD欄位 沒錯 四個欄位 那裡面的資料總數 看一下 有出來了 三重 OK 然後向下 找 總共有1315筆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它寫的速度 也是飛快 一下子 完全沒感覺 全部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你們再找找看 網路上有沒有 更大量的資料 因為之前同學 還有好幾GB的資料 直接寫 沒有問題 沒有掛掉 好幾GB的資料 你看它說 它每天 不知道它們做什麼的 做期貨還什麼的 反正 每天它都 筆數都是 幾千萬筆在算的 OK 如果你是幾千萬筆 那也不太建議用Seql Lite 我建議你用MySeql 可能會比較好 OK 因為Seql Lite 它基本上 Lite 就是跟你講說 這是微型的 你就小量的可以 但如果你大量的話 還是建議你用MySeql 至於你要怎麼樣弄MySeql 看各位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需要 我也許之後再講 如果沒有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我會把 其實上面都已經有 有那個MySeql 只是說 怎麼把MySeql架設起來 怎麼樣去連結它 後面Seql與法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 你要怎麼把Seql Lite架設起來 然後再設定一些權限 還有那個什麼IP位置 還有帳號密碼 那些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伺服器等級的資料庫 當然複雜度會比較高 如果你一般應用的話 這個是足夠 可是說 如果你要跨不同平台的話 那當然還是要用到 類似買Seql 或者是Seql Server 不過微軟那個是要花錢的 如果你不想花錢 你用MySeql 其實還蠻好用的 OK 那最後做完的話 就類似長這樣子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我是拿上面這兩行 就是Always.work 有沒有 其實基本上都沒什麼動到 二的話就把我原來寫的 這個第12行到第20行按兩個Tab 降兩階 因為上面兩個Fall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個 後面這個檔名 我拿Fall裡面的這個串 一個一個抓過來 一個抓過來 然後做什麼 做資料的讀取跟寫錄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也沒改什麼地方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個 整個流程就完成 另外大概有一個方法 就拿前面的 把它串成All 然後 不知道你們是兩個換行 一定要改一個換行 你不能兩個換行 因為我們兩個換行 只是為了要分割回來 所以如果你是兩個換行 或者是 那如果換行 那變成說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你要寫 可能會出錯 諸如此類的 好啦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一樣 我剛剛寫這個程式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一樣我會把這個 把它放到雲端上面 就這一段 這邊 那我之前用那個是ExcuteMany 我乾脆也把它改成 改成現在的版本好了 改成現在的版本好了 那這個版本的話 最大的 不同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這邊 OK 這兩行 其他好像也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就 然後 把它mark起來好了 其他應該 還有這個 串接 那個 檔名跟 副檔名的部分 這個可以拿掉 OK 參考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今天只有三個小時 時間可能比較短一點 一樣我會把那個影片 再傳到YouTube上 如果你細節部分 假如還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影片 做個複習吧 今天重點就是 把那個資料庫部分 再延伸跟檔案做 合併 OK 底下的話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三個小時 其實